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你要注意到这个盘式的诡异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这样子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原因在哪边 今天大盘的上涨了8点作收 成交量1507亿 原则上这个量能并没有太大的爆量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来讲的话 行情来讲还是可以被期待的 唯一比较诡异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先跟各位投资朋友点出来 大家都知道昨天的大盘的元凶是台积电重挫8点 对不对 好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它的筹码的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你看一下 昨天的台积电的重挫 其实它隐蔽了什么 你一定会想老师台积电都是外资在买卖跟进出的一个依据的时候 那昨天外资有没有在卖 我昨天外资没有卖 昨天外资反而也是买进台积电的这档个股 好那我们就要回想 我说过这个盘是诡异的地方在哪边 这个盘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都是出现了一个台积电拉台指数 对不对 好那拉台指数过了一阵子以后 就在转折的第9天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台积电的卖压 卖了3万多张 那外资没有在卖 那到底谁在卖台积电 谁在压这个指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很清楚看到的是说 指数目前为止是被控盘控住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控盘的原因是在于 这个指数好像是不是涨得太快 稍微做一下压抑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到胜选个股的部分 就像我的测标想 胜选个股你就会获利丰 好那怎么样选择个股跟怎么样的一个关盘重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陈老师为各位投资朋友 汇整的一份资料 在1月26号也就是在礼拜五的同时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盘势它的上下震荡幅度都会很大 因为市场在调节台积链压缩的部分指数的空间 唯呢 什么叫唯 就是说个股的部分低档出量多方格局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 大盘的指数是相对的高点 那你怎么样来让你自己第一个创造自己的获利 第二个保护您在选择个股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本 这就是在选择个股的部分要在低档的低位阶的这些个股 而且未来有基本面 法人会持续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观察排面的一个强股 包括今天的友达拉上来对不对 那友达做什么 就跟群创是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TFT LCD的一个部分 好再来就是联电 联电近期里面来讲 外资呈现一个什么低档的一个买操的一个动作 所以呼应了我之前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过了 第一个就是买权重的相对低基期的个股 你的获利的幅度才有保障 好第三个是星星 那在PCB的族群今天星星有利多的一个出境 一个爆出来 那所以说这档股票其实来讲的话也是 横向整理的将近半年的时间 可以做一个留意 再来就是雅光 雅光也是在低档的时候呈现一个爆量 有没有都是在低档然后出量往上攻 连续拉了两支涨停板 这就是我之前一再跟各位投资朋友报道的 如果你要选个股的话 就要选择低档起涨转折的个股 另外一档就是有关于陈宏也就是TPK的这个部分 那这五档个股在明天关盘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们的盘面的强弱势会维系盘面上的人气 好再来的观察盘面弱势股 第一档当然就是鸿基之前爆量长黑 收这个收上影线的话 原则上之前跟各位投资朋友提到过 持续去转弱的一个现象 再来就是大同 大同之前在20块左右的时候 我们有把它列为什么盘面的强势股 股票本来就是如此涨涨跌跌 他在28块回档的过程里面 我有跟你做一个特别留意 他是已经列入到盘面的一个弱势股 我们可以有赚的话 就先做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 好那中长线看到的个股 还是这三档 长龙海运、群创跟鸿海 这三档个股的股性比较温吞 这三档个股的股价也相对于激期 所以在这地方提供给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想用投资的眼光来看台北股市的话 这三档股票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那同样的 如果你需要更进一步的 这个看盘的一个分析的话 各位陈老师每天在中华财经台的 晚上10点半到11点钟 为您在电视荧光幕前做一个解盘的一个动作 当然如果您更需要进一步的理财与规划的话 各位投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钻线 080055808 我们祝各位星期五操作顺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